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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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想若变成真的 总有些曲折 但你先别怀疑那结果 想要幸福的资格 却明白生活 不是完美花里的烟火 幸福的借题 寻找飞行力气 它一直在哪里 或许你不经意的转身 在你旧样灰心的狂奔 命运不跟你作对 为你对开心的门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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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baby baby baby 爱你 幸福的一直存在 只要心里带着爱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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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baby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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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 它懂得你的期待 想着你一面从来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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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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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总 人到了 请进 谢谢啊 王源 你好 咱们又见面了 你好 罗浩 请坐 没想到是我 当时太匆忙了 都没来得及问您的名字 昨天我遇见合创的张总 还聊起过你 张 张总 罗总是这样 其实我跟张总之间 有一点点误会 是 我知道 张总已经跟我解释过了 他还夸了你一通 说你干得不错 拼击很足 工作能力也很强 正好我看你的简历 我就让人事经理 约见了你 张总他过奖了 张总还解释说 当初因为误会 让你离开公司 他还挺遗憾 好吧 咱们言归正传 你原来应聘的是 经理职位对吧 对 我公司 有一个副总的空缺 怎么样 想挑战一下 副总 你的简历我已经看过了 你是合创出来的人 并且还有张总的评价 罗总 您的意思是我 可以来浩达工作 我比较看重人才 怎么样 咱们谈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现在给你个任务 算是能力测试 如果你完成了 可以直接任命为副总 有自己的办公室 年薪是你从前的三倍 如果完不成 抱歉 直接走人 怎么样 感兴趣吗 感兴趣 好 是这样 我们公司 一直带了一个 美国的产品 曼秀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 是一款美白化妆品 近几年在市场上很火爆 是这样 这个产品的代理权即将到期 生产商想取代我们 直接跟经销商合作 如果这样 我们公司的损失将会很大 那经销商的态度是什么样 问题就在这儿 目前国内的经销商 大的有两家 一家是凯顺 一家是伟成 他们也有意跳过我们 直接跟国外合作 公司的同事 之前也去找过他们几次 但都吃了闭门羹 所以你的任务 就是要把这两家经销商的老总 重新带回到谈判桌上 陆总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你不用再考虑考虑 没什么好考虑的 要么干要么不干 况且 我对您公司副总的职位 很感兴趣 好 我欣赏你这份果断 我马上派人给你整理出工作台 相关的资料也会送到你手上 你就暂时以我私人助理的身份工作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直接来找我 如果需要什么 也可以直接跟我说 费用方面就不用走财务了 拿过来我直接给你批 好 我这就开始工作 美国那边随时可能来人 你一定要敢在他们到来之前 跟经销商谈好 让他们同意我们参与谈判 这两个经销商 都是很难对付的 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 把他们重新带回谈判桌 张总对你的评价很高 我对你的期望也很高 加油 这是你的办公桌 这是罗嫂给你的资料 来了 谁呢 谁 您好 这是您的快递 请您先收一下 好 好 谢谢 谢谢 小贝 你快递 干嘛呢 猫 你说为什么没人找 我写剧本啊 这找我什么急啊 对 快递 这是什么呀 这不是上回有话剧 那个碟吗 他们记得我干吗 想让我永远记住 失败的惨痛教训 这我还没看过呢 你先 先给我看吧 你赶紧拿走 永远别再让我看 好 那我先走了啊 走了 走了 不走了啊 为什么没有人找我写剧本呢 喂 您好 请问您是凯盛集团的孙总吗 我是浩达集团罗总的助理 我想跟您谈一下 曼秀的事情 今天没时间没关系啊 您看您明天有空吗 您好 我找一下孙总 您好 我找一下孙总 有 请报下名字合纵司 我查一下您的预约单 你才可以进去呢 我是浩尔达集团罗总的助手 我姓王 不好意思 孙总真的不在 我找他有很重要的事情 麻烦你转告他 说我只占用几分钟的时间 可以吗 对不起 孙总真的不在 请您下次再过来吧 你别拨好几天没工夫啊 你别拨好几天没工夫啊 上来啊 不是啊 你有病啊 我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 说 我上次在那个剧想碰到那人 是浩达集团的老总 他今天约我了 不要碰他呀 什么呀 约我去的公司 你找着工作啊 讨厌 讨厌 不算找到工作 但是 他们给了我一个副总的职位 只是要通过一个测试 约他们两个经销商出来谈判 副总 牛的 什么测试啊 你这老总真够精明的 肯定是他自己人不行 才找你去的 办成当然好 办不成也没什么损失 给你工资吗 我就知道 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我万一办成了呢 我办成了就直接就职副总 我有独立的办公室 这个是我梦寐以求 那你还怎么样啊 我现在是打电话不接 去公司不接 还好我现在知道 他们住在哪儿 直接把人堵在家里 你不怕人家把你轰出去啊 我觉得你应该找到 他一个弱点 或者是找一个 他无法抗拒你的理由 你还有点猪脑子 随你啊 好好学习啊 对啊 我知道有一个人 是一个什么 品酒协会的会员 喜欢喝酒 我买酒给他不就行了吗 品酒协会的会员 什么好酒没见过 你随便买两瓶 人家有钱不会自己买啊 你说我该怎么办 哪个协会啊 云上 这负责让刚好我认识 明远寒 牛啊 哪个公司啊 凯盛公司 孙祥 等着啊 喂 灵灵啊 是我呀 是呀 好久没见了 我也想你 我给你打听的人啊 凯盛集团的孙总 孙祥 孙祥 孙祥是你们那儿的会员吗 那他平时喜欢喝什么酒啊 我说呢 行啊 宝贝 谢谢你啊 改天请你吃饭 拜拜 打听到了 白蓝地 越少见得越好 干吗 跟女的也搞暧昧 这叫社交枪 你懂不懂啊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行了行了行了 白蓝地 白蓝地好弄啊 可是少见得哪儿弄去啊 对啊 老黄那儿 咱们上去老黄那儿 是不是酒特别多 老黄多鸡贼呀 好酒自己都不舍得回来 全藏起来了 咱们去看看嘛 走吧 看能看回来呀 那怎么办啊 她有个表妹想演个戏 我下个剧本给她写个角色 吹吧你就 有人找你写剧本了 没有啊 骗开呗 这个好吗 有什么不好的 你说还有什么靠谱的事吗 没说你不靠谱 老黄 人家王渊一直说 你老黄最靠谱的 你在哪儿呢 那你在酒库等我吗 我们立马就到 文静我爱死你了 走走走走 快快快 老黄 老黄 你怎么来了 黄毕生辉啊 这人呢 黄总 你好你好你好 老黄 小北现在在写电影剧本 我听说你有一个妹妹 特别想演电影啊 对呀对呀 厉害呀小北 上来就是电影啊 你给个角色演演 那我考虑一下吧 我可以为她 量身定做一个角色 你看人小北办事 真靠谱 帮忙归帮忙 不过我跟你说 小北现在艺术创作 进入了瓶颈期 他需要一个高级酒的素材 看你表现如何 弄泡泡了 你想问什么 我都告诉你 尽管问尽管说 不管什么问题 黄总 我就想问问你这儿啊 有没有那种就是 市面上很少见 几乎买不着的 珍藏版的好酒啊 这儿 红的 白的 羊的 这都是我从世界各地 搜罗来的 一般人我都不告诉 他们知道 你那儿有没有那种 买不着的白蚊帝呀 找对着 等会儿啊 我去给你拿去 我就知道你有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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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元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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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你这儿呢 看我去 我猜 看样不错啊 来来来 给我看看 又喂了华 这个厉害了 我觉得这个好 看一眼啊 小心小心 这什么呀 哎 小心文静儿 别 别打了 这是白蚊帝啊 豪达甘义XO 产自法国大香槟区 唯一的皇家古堡 这年份呢 全国就这几瓶 啊 你这就两瓶 没错 慢点慢点 慢点 小心小心 小心 老华 真够有你的啊 这么好的酒你都有 对啊 这点算什么呢 你看这大老华 老华 小心 我跟你说啊 这两瓶酒 我都要了 快跑啊 别别别 文静儿 王总 那个你 你别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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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开 你打开 这真不行 这真的没往 我我跟你说 这酒还不是白蓝的 那时候就给你多少钱 不就完了了 你瞧被胡托坝 那个妹妹的 就要 老婆 那老黄不会追到这儿来吧 不会吧 小北 你真的认识高岛 我认识啊 那你们那加我微博呗 他还不认识我 骗子 你们那罗总真行 亏的是咱们仨 你一个人去 根本就抢不回来好吗 回头跟他说 给你发四份工资 是吧 这次是多亏你们俩了 不过这酒是有的 可是我不知道 他们家门牌套了 你知道我们家 住哪个小区吗 地景花园 你有他手机号吗 当然有了 找个名片 喂 孙燕是吗 你好 我这是快递 有一封你们家的快递 现在地址没写清楚 你们家是地景花园 几楼几号 好 谢谢 二栋三零一 别太崇拜我 小北 你太厉害了 不厉害能当编剧吗 怎么了 文静 又难受了 他刚刚跑得胃抽筋了 我说你还是去趟医院吧 你估计是胃不好 我觉得我是应该 好好去检查一下 老远 你陪我去个地方呗 我没时间 我见客户呢 好吧 都那么忙 您好 你去哪里 我送快递的 三栋二零一 你稍等一下 我问一下 问一下三栋二零一的业主 在不在家有快递 平时怎么没见过 你这个快递公司 我们公司是新开的 好 业主回复让他进来吧 好 行 快进来 谢谢啊 不是快递吗 是快递 您的专属快递 孙总 您好 我叫王源 我是罗总的秘书 我之前给您打过电话的 怎么是你 我没时间 孙总 听说您特别爱喝酒 我专门给您带了两瓶 珍藏版的芭蕾笛 这酒还真不错 听说很少见 这真算得上是珍藏版了 你能把这个酒卖给我吗 不能 这酒不是卖给您的 是送给您的 这个酒啊 我真不能收 孙总 这是我跟罗总的一点心意 您务必收下吧 你 你真的不能把这个酒卖给我 不能卖 您就收下吧 其实啊 我知道 你找我来要说什么 大家都是生意人 你回去告诉罗总 我也要为我自己的利益考虑 孙总 我就占用您十分钟的时间 一分钟也不行 你要再这样 我叫保安了 你 这酒真不错呀 纯正平和 香味浓郁 好酒 孙总 现在就剩这一瓶了 这舒话说 拿人的手短 我要是真收了这瓶酒 以后就被动了 孙总 您误会了 这真的是我跟罗总的一点心意 并不是说您收下以后 就非要许下什么承诺 只是个礼物而已 您要是这么说 那我就收下了 替我谢谢罗总 好 孙总 我听说您珍藏了好多好酒 我 我能进去参观一下吗 我要是不让你进去啊 我怕你把这瓶酒也给摔了 请吧 谢谢 请 大夫 结果怎么样啊 没什么问题 恭喜你 怀孕了 我给你开个单子 等下去做个产检吧 怀孕了 没问题 欢迎单上写着呢 ��金姐 你怎么了 啊 好 文静啊 我想告诉你件事 什么事啊 你说吧 事业没什么事 就是 怎么了 你 你进来坐 你等我一下啊 我问一下 我们就在这边 来 看着闹了 真不好意思 那本来是请你们吃饭 然后把你手给它指大了 哎 客气什么 大家都是同事 不是说好的六点半聚餐呢吗 怎么他们还没来 你快点跟他吹一吹咱们 好 吹一吹咱们 全医院就你们部门 就不靠谱了 一有饭就迟到 王小姐的酒量真不错 跟懂酒的人在一起喝酒 真是一件乐事啊 孙总 其实关于曼秀的事情呢 是 咱们说好了 今天不谈工作 好 好 好 来 来 孙总 我再敬你一杯 盖 看 吧台 地板 灯 全部都哥们自己设计的 怎么样 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我也做设计的 服务生倒杯酒 来喽 马尔天尼 以大利亚呢 以大利亚呢 拥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 一百五十年 你这英文日本学的吧 专门为你准备的 以大利亚 马尔天尼 它拥有一种果花香 会让你的约会 有别样的一种情调 姑娘一个人来的 请你喝一杯吧 这两瓶酒 专门为你准备的 一会儿咱干了 李李 你这装修功力 不可小觑啊 来我工作室 用我打工吧 你老板很贵的 缺什么呀 我请 缺一沙发 不是缺一个老板娘吗 老板娘不缺 对了 这次经销商呢 全是韩大小姐搞定的 你到时候 直接跟老黄联系就行了 韩大小姐出马 手道勤来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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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事就是小北的事 小北的事就是我的事 那我的事 是不是你的事啊 是什么 我给你们弄点酒啊 怎么样啊 酒 送过去了吗 送过去了 事呢解决了吗 工作的事呢 一句都没谈 白送啊 去把酒给我要回来 不是 你都送过去了 怎么再要回来 再说也不是白送啊 我起码见了他一面啊 两瓶白蓝地 就见着一个经销商 一个经销商 他是李嘉诚吗 你知道这两瓶酒 加在一起多少钱吗 咱们多少钱呀 七十万 那确实代价太大了 愣着干吗 去解决啊 说服 说服 去把他给我睡了 还得说服了 这什么贱主意啊 那不更赔了吗 这事解决不了的话 你就等着欺负自杀吧 去啊 方元 你别还玩呢 不是 那酒真值七十万 你思不思撒呀 关键时刻得给他点压力 你也 仅无压力不出油 人无压力心飘飘 重压之下必有泳服 你太不靠谱了 你不会把人逼了自杀去吧 王元是能自杀的人 那他不会去把经销商 给说服了吧 我真的替你的智商 捉急啊 周小伟 你想想他去找孙总 那孙总能给他吗 好好想想 我明白了 一个酒鬼收到自己 那么喜欢的酒 怎么可能再吐出去呢 太聪明了 等着吧 喝一杯 来 喝起来吧 喝呀 怎么又是你啊 孙总 我要给你谈一谈 请进吧 坐吧 我就知道 我不能白收你的酒 怎么这么快就来找我 谈项目了 孙总 您误会了 我不是来谈合作的 我 我是为了酒 那酒怎么了 实在不好意思 我今天送你那个酒 我 我想拿回去 不是 王小姐 你这就不对了 你当时送我酒的时候 说得很清楚 这只是一件礼物 怎么一切我不想谈 又反悔了 不是 我不是因为这个 我不管您谈不谈 答不答应 这酒我都得要回去 这就奇怪了 王小姐啊 我看你做业务的时间 还不长吧 你说你 费了这么大的劲 假装快递 才把这酒给我送来 一件对你们公司 没有利益 又回头跟我要 又这种办法来 维护客户关系 我还真是头一回听说 孙总 我刚才说了 我不是因为谈判的事 那这是又为什么呢 别说现在咱们 两家公司有矛盾 就算咱们 两家公司关系挺好 现在也被你搞砸了 我就不明白了 这罗总 怎么会用你这种人 当助理呢 我就算你工作不要了 我也得把这酒拿回去 不是 不是不是 你 你别哭啊 这是我家 你让人家看见 还以为怎么回事呢 有事说事行不行 阿晋 你你别这样 不是 我就不明白了 这酒比你的工作还重要 不是这样的 那酒是我两个好被我 费机心思帮我抢来的 我本来以后把酒送给你了 你就会答应谈判的事情 可是结果你不肯 我朋友知道以后 就把我骂了一顿 说我没出息 说白包我了 我也觉得自己挺没出息的 孙总 对不起 今天我这酒 必须得拿回去 行吗 我得还给她 原来是这样 行 行 行 别哭了 我知道这事我办得特别不好 我现在可以把酒拿走了吗 也够难为你的了 这样吧 看在这酒的份上 我答应跟你们谈判 不过这谈判的结果 我可不敢跟你保证 不是就算您答应了 这酒我也得还给她呀 不是 我说你是不是 把自己给绕住了 你朋友当时不是也是为了 让我答应你吗 可是现在我已经答应你了 你又何苦把酒给要回去呢 你琢磨琢磨琢磨 是不是这个道理 对 对呀 那我就不用卖酒还给他了 对不起啊 孙总 我该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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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甭说了 回头啊 我给你们罗总打个电话 咱们谈判桌上接 好 谢谢你啊 孙总 那我先回去了 对不起 孙总 谢谢 谢谢 好好好 我回去了 孙总再见 琴磨 我 关于酒吧的名字 我有个想法 跟你们聊聊吧 好吧 说吧 我跟我们家小北 是在十月份认识的 你们这大学同学 应该也是在十月份 左右认识的 为了庆祝我们董事会 成员的相遇 咱们干脆叫十月怎么样 十月 我喜欢 文静你觉得呢 我不喜欢 为什么 应该叫文静吧 是 既然你们进决定了 我就不跟你们争了 来吧 来吧 庆祝开业 恭喜啊 谢谢 文静 我要单独敬你一杯 为什么 感谢你送我沙发 嗯 不光是沙发 你懂的 都是董事会的成员 你别客气了 干了 你这慢放啊 哎 韩文静 你不一下号车喝良心酒的吗 这不是你风格呀 干了 我不舒服 你喝点马上舒服 我不能喝 舒服 再赔一杯 干了 我真不能喝 快 你怎么了 韩文静 快来 我怀孕了 我说的不是悄悄话吗 不是啊 不是啊 你 退下 退下 你 李李 什么时候的事啊 跟谁啊 还咱爸是谁 你又交新男朋友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啊 你一个一个问 我容易紧张 行行行行 先说 谁的 程晓峰的 程晓峰的 李李 我知道这个事以后 我就去找程晓峰了 但是 他已经有女朋友了 你不会打算 要把他生下来吧 你疯了啊 早生 晚生都得生 还不趁年轻生了 我又不是养不起 你看 等他长大以后 我还没老 拉出去一溜 多辣风啊 你当遛狗呢 那你爸 你妈那边怎么办 我他们俩给放了 奇葩 你不能喝 李李还没给你求婚呢 没呢 这么大的事 总得给他点时间吧 你是不是想结婚想疯啊 一没戒指就以为人家要娶你 万一是替别人保管的呢 不是 真不是 你知道我们那戒指圈里面 有一个英文字母 Z 佐罗 什么佐罗 周小伟的周 那他还磨叽什么呢 等哪天他不在家 我偷偷拿出来带来看看 合不合适 奇葩 彼此彼此 你不能喝 咱们就 好恶心哪 孙总 你好 华小姐 你可真是神奇也美人哪 跟我玩一模诡计是吧 怎么了孙总 我们有一批货 说好了今天上午十点钟到货 为什么还没到 是不是你们在故意压祸 不会啊 我们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啊 你们想套这种办法 来批货我在谈判桌中屈服 这是不可能的 请你转告罗总 这种行为太过分了 你们这样做 只能距离谈判桌越来越远 我正在重新考虑我的决定 孙总 我想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的 这样我现在去查一下 待会儿给你回复好吗 什么误会啊 我的电话都被分销商打爆了 如果再也不放货 我绝不跟你们谈判 接下来的一切获果 您能负全责 孙总 您先别着急 您等我消息好吗 您好 能帮我查一下慢修这批货的运单吗 原定今天到的 好 我帮你查了一下 这批货已经到国内了 但还在海关 为什么 因为这批货 有一个货柜被查了 所以整批货倒要被寄查 要多久啊 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谢谢啊 罗总 卖销的那批货被海关给压了 孙总现在以为是我们故意断货 很生气 这是不可抗理 也不是在我们解决能力的范畴之内 你跟他解释一下 可是这样会造成误会 而且我们现在处于敏感时期 我怕会影响到我们街后的谈判 也对 我现在正在外地出差 这样 这件事我交给你全钱处理 好 我知道了 爸 妈 你们对这个 现在社会当中这些未婚先孕的女性 怎么看待 胡闹 现在啊真是乱了 干什么的都有 就要放在我们那个年代 那还得了 那是无法想象的事 一个女人未婚先孕 没等结婚把孩子生出来 那让人多笑话呀 也不会啊 我就认识一女朋友 她就是未婚先孕的 过得挺好的 我告诉你啊 进朱者迟 进墨者黑 以后少跟这种朋友来往 你那朋友有了孩子 为什么不结婚呢 现在凤子成婚的有的是 他没有男朋友 他人工受孕的 这真是违反人伦 自古以来 男婚女嫁生儿育女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可你好 现在未婚先孕 待人生子 还是人工受孕事故 那都不对 我也觉得他不对 所以那天 我也是这么说他的 世风日下人心不谷啊 你说你整天跟这种人在一块 能有什么出现 我不就是一个熟人 还是间接认识的 那天我听说他这事之后 我也把他批评了一顿 你做得对 你呀 也老大不小了 千万千万别跟这些人学 是吧 你说一个女孩子嫁 未婚先孕整个孩子出来 这样父母的脸往哪儿放啊 现在的年轻人眼睛里 根本就没有父母 你瞧现在的社会 三天两头不着家 十天半月你见不着人 文静 你呢也快三十的人了 个人的问题啊真得考虑考虑 你现在你看啊 生活的圈子这么小 认识的人也特别少了 你现在要不考虑再过几年就晚了 孩子都生不出来了 文静 你是不是也打算不结婚 就给我抱个外孙子回来 把我给活活气死 哪能啊 我现在的立场跟你们二老一样 我觉得他们那些人简直就是 错上加错太不像话了 你看我也这么大岁数了 我觉得我妈说得对 干脆今年年底之前把婚结了 你的男朋友了 我得有男朋友吧 我这么漂亮 他 他他也回来呀 对呀 你他也回来呀 时机不成熟 你今天怎么那么能吃啊 这橘子也太钱了吧 哪儿买的呀 这么甜 你吃的这么多 到时候你又哭着叫着减肥 好 我跟你说过 是浩达押我的货 我有什么办法 你去我有什么用啊 直接给浩达打电话 孙总 你来干什么 我来给您解释一下 货期押后的问题 真的不是我们公司故意押货 是遇到了海关临时机查 被扣住了 你们说被海关押住我就信了 这一定是你们罗总耍的把戏 你回去告诉你们罗总 我绝对不会在这种被强迫的情况下 进入谈判的 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可以打电话到海关那边去咨询 我不希望我们之间的合作 存在任何的误会 当然我非常理解您现在的心情 但是您现在的态度 对于解决问题是没有任何的帮助的 我现在只想知道我们的货什么时候到 这样 您给我一天时间 晚上之前我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告辞 文静 你认不认识海关的人啊 我们公司有批货被押了 这个我还真不认识 要不你问问小北吧 我记得他有个爸爸在海关 不是不是 他爸爸有一个战友在海关 抓个紧啊 好好好 小北 我听说你爸爸有个战友在海关啊 我想请他帮我个忙 小北 怎么样啊 我已经找人问过了 说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 等机查结束以后就可以尽快放货 尽快是多长时间啊 可能一个月吧 但要使劲催的话也得两个三周 我知道了 谢谢啊 打电话到美国总部 让他们务股发一批货 发空运 务必在今天发出来 没有 等一下 不过他们那边是夜晚 没有那么快 发传真货去 发传真货去 每隔半小时打一个电话 打到他们有人接为止 好的 王源 王源 怎么样 已经联系上了 他们马上准备发货 好 发完会儿让他们把发货单传入过来 好 知道了 不用浪货 用力吗 我含头了 我知道 我知道 回头再说吧 孙总 这儿没有白兰地 只能请您喝咖啡了 这是刚刚发过来的发货单 真不是罗总故意压我的货 确实是海关临时机场 按照合同这属于不可抗力 我们公司没有责任 但是为了解除您的顾虑 同时也表示我们的诚意 已经让总部 补发一批货空运过来了 如果飞机不爆炸的话 您应该是在后天之前 受到这笔货 看来是我误会了 海关那边 我们也在找人及时疏通 下一批货应该是在两周之后 发到您手上 房小姐办事真是历历逢行 我很满意 谢谢你 不客气 傅最标准强剧 我们が想borer的 A 和我 众投票钱 天眼谜语怎么写 暧昧怎么说才对 学不会就被淘汰 你的世界 只怪我不够特别 应该送多少玫瑰 什么颜色才对情人节 是今天还是昨天 这一次我无度可退 而我知道不是也不配 而我寂寞每一场你多看我一眼 Baby给我时间 也许你无所谓 别让我不要变 我没有天分 当你的完美情人 只愿意为了你恐奔 欲在他也奔不顾身 我没有天分 当你的完美情人 我不会弹吉他成歌 也不会懂得你快乐 我没有天分 你怎么写 你怎么写 暗昧怎么说才对 学不会就被淘汰你的世界 只怪我不够特别 应该送多少玫瑰 应该送多少玫瑰 什么颜色才对情人节 是今天还是昨天 这一次我无度可退 而我知道 而我知道我不舍也不配 而我只梦寐 每一场你多看我一眼 每一场你多看我一眼 Baby给我时间 也许你无所谓 别让我无所谓 我没有天分 当你的完美情人 只愿意为了你恐奔 欲在他也奔不顾身 我没有天分 我没有天分 当你的完美情人 我没有天分 我不会弹吉他成歌 也不会斗战你快乐 我没有天分 当你的完美情人 只愿意为了你恐奔 只愿意为了你恐奔 欲在他也奔不顾身 我没有天分 当你的完美情人 我不会弹吉他成歌 也不会斗战你快乐